這邊有一個木側的木側 直接撕開就好 順勢撕開就好 他就會分離 他一旦拿的時候 就是一樣起來 把他這樣子整個 先拿出來 喔因為我們今天 台中有展示 然後就這樣對折 照先對折 就照那個折痕對折就可以 他就變成這樣 很薄薄的一件 如果他有辦法 先把它撕開 有膠袋嗎?不然就可以 紙袋還是一樣 細的嗎? 細的也可以 有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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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那東西的 還是大魚一字線好 這袋子給我錯了 差的沒事 對嘛 你知道這麼小 我先把他整個鋪開 這張海包就直接自中放著就好 因為收的話是為了下次沾染 所以我們會蠻講究跟我們收 因為收不好下去東西很亂 可能會造成折到就沒有那麼漂亮 好 像我們是在公司側過然後收完再來直接這樣斬 就是很快 然後這個的話其實就不用再套回去 就是海報直接這樣捲回去 可是就是要捲捲起 一張一張一張一捲 然後這個是因為我們是說我們是新的過 可以直接全新的塞給你們看 然後因為畢竟你去沾染場的話都一定有一點灰塵露 下次就帶個布 然後可能買個酒精就9塊就可以了 或是對啊布要乾淨一點這樣藏 好 因為要用濕的 然後這個開鎖啊 這個直接翻隨便 然後向右轉半圈 向左轉半圈 它就會開了 然後向右轉是關 所以這個六道鎖都是這樣子翻 還向左轉 然後像這樣 六道鎖 你錢都各三個 拿起來 基本上箱子先清空 只留這個紙箱在裡面 好第一個先把這個塞回去 塞在紙箱這一邊 就是不是把手那一邊喔 輪子這個 不要塞到輪子這一面喔 因為這邊會有凸凸的那個 輪子 所以塞這個瓶子 然後也就是這樣先把它塞水瓶 先固定這個位置 好 然後再來紙箱也固定好 紙箱要到底方會 你這個會翹高 喔好 對整個都是到 然後第二個紙箱的海報 就是帶著在這裡 嗯 等一下會收起來 那 在收海報之前 先把它 它上面的東西先取下來 像縮板 成板的先取下來 如果有重成板 就先取成板 你幫我包成板好了 好 那那個 三片一邊 一邊 一邊再縮 對 那這個就是我 等一下直接在旁邊幫你 可以繼續拍 這一個就是往上 拉一下多 然後上下抖一多下 因為它是往下壓的 嗯 好 這一個比較 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它 它有一個角度 所以你耗的時候 要把它先弄回去 對 因為它是有點KK的 所以它不是很順 所以你耗的時候 就往裡面稍微壓 然後稍微抖一下 不然最快的方法 先這樣子拿起來 你就拿出來拆 先拿出來拆 對 因為你這樣看不太到 因為它現在折不了 只要它 折著這個形狀 它就拿起來 對 不然它會去把它凹斷 它就兩片銀色在這裡 然後黑色的絲片 先把它擠東西 先把它擠東西 對 剛剛講到包辦 它要放過一些嗎 多少 好啊 它這個的話 因為我們是塞得剛剛好 它這個是 比較高 這邊 然後這邊是缺角 就這樣放 它會變得比較矮 然後第三面的話 這樣 一樣是這一面 然後這是說 這裡有個 勾槽 嗯 然後 你從這邊 它放了之後 變成這邊勾 然後從這邊下去 然後這個是在裡面 就是卡 卡這個凹槽就對了 這樣會變成 就不會變成很高 哦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我就是要收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手法 我先收側面好了 因為我這時候直接抓進去 比較快 特命的土的話 先這樣子 底部先這樣子 先抓著 把它石鐵吸開 兩側同時 我這樣就這樣撥開了 然後手就抓著 然後輕輕往上踩 就拿下來了 好 那我就走過來 比較空空地吧 我這樣是垂直的嘛 我想要辦法把它變成橫的 就是我這樣放直 就要算直的嘛 我把它躺橫的 那你就是 比如說 右手 右手你動 然後左手放開 去抓同一邊 然後把它拉橫的 就把 拉成橫的 這樣拉橫的 嗯 然後就 在地上先 靠一個大圓形 然後大圓形的時候啊 注意就是 你這個洞啊 要露出來 你在縮小的時候 不要把這洞放在裡面 我也很像如果 這樣捲反的話 你下次掛 屁股了 所以你還是把它捲 才麻煩 所以你在縮的時候 順便 把屁股的地方 繞到內圈 這樣繞到內圈 嗯 洞再朝外面 所以下次再拿起來 就直接這樣掛 就不要在那邊攤開 那 那收圖的時候啊 就這樣順次捲它 可以小一點 就這樣繞著它 它就變成一個圓柱狀 我剛剛說這樣是一張嘛 嗯 那我剛剛 剛剛一開始講的時候 不要五張引收就是 你五張都疊在一起 然後捲起來 不要這樣 因為一來 你這個磁鐵的東西 你五張疊在一起 它會 互平 會互相摩擦 會把輸出弄黑 弄黑 弄黑 它雖然可以 它可以用酒精擦沒關係 它不會掉色 可是 你五張捲在一起 你一次奶是拿五張 你就沒辦法 一張三掛 你還是要攀平啊 你空間有限 所以你沒有辦法這樣補妝法 所以你就 這樣一張一張收 收到這袋子裡面 因為這袋子有它的極限 就收到它最大的袋子 可以呈最好的 這樣子 這是一張 一張的大小 好 那先收外補 外面兩側的 因為它比較小張 好 一樣收這邊的時候 一樣先把它磁鐵先吸開 然後到中間的時候抓著 放開之後往上抬 它這個拿下來了 然後一樣 再把它抓成很橫的 把它收橫的 然後一樣 圍成一個圓形 一樣習慣就是 把洞露在外面就好了 然後這裡面 左手把它變小一點 然後直接這樣套進去 然後再把它撥到最大 就把它撥到最大 把它撥緊就好了 它就會變平的 好 因為一開始很好收 先就是 讓那種牌包不要像這種 比如說你如果一開始那種捲 比如說凹凸不平的 吃掉或炒掉 這樣子 千萬不要這樣一直壓它 你看就是一樣 一個訣竅 收放收放 收就是這樣轉 收 然後放開 然後這樣子 又不平再一樣 再收一次 再放開 它就平了 一定要到是完全平的 不然下次吃掉 可能長期這樣壓久 就是你收放收放就好了 這是 這兩張的說法 那剛剛我現在拿是第一個方法收 然後第二個方法是正面用 可以用的 就直接在下面這樣捲上來 這樣往下捲 然後就直接這樣捲就好了 然後土這樣 是不是這樣捲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再把它抖下來就好了 這樣就拿下來 那如果 你如果覺得夠小 就直接放進去 然後在裡面這樣子 直接收放的方式 把它放開 那會有這種現象 不平 一壓再把它收 再把它收 再把它收小一點 它會跟著動 然後再把它剝開 它就會變平整了 再有一個 拿著這會吸住了 外面那兩張是比較矮的 然後另外三張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 這兩張一定要都有平的 然後這三張一定都有平的 對 對 你剛好看到我剛剛怎麼捲啊 你在捲一張最後再給它 就 好它 你剛剛怎麼說吧 剛剛那是我捲是第一個方法 然後第二個方法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子拿下來 好 然後你看我右手 我右手抓著 我現在躲在這邊 我這樣右手抓著 然後我左手放來去抓 頭一邊的人 然後白狠的 我拉著海包變成橫的 在地上 大約捲一下 然後你捲的同時啊 要把這個洞朝外捲 好 這裡面第一次把它搓小 洞到肉在外面 這個用意就是 你下次掛的時候 再拿起來就可以直接掛 好 那你如果 如果剛好相反在裡面的話 你下次要拿起來的時候 你就把它彈開 你就要變成 還要再多一個動作 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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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收好收的 就直接把洞都在外面 這樣抓著它 然後你做的時候 就捲 一點小一點 然後再拿起來 放進去 這樣 這一張給你 試試看 然後收放 收放把它捲起來 就平了 嗯 什麼 找我 沒關係你們收好了 我是建議 不要這樣收啦 從 從下面捲 是 是 這樣捲子嗎 嗯 然後糊的是沒辦法 一定要這樣搭 放它一開始這樣 好捲下它自己 就一個 全群狀 直接放進去 就 然後在裡面就是 收放 收放 收嘛 然後放開 它不平 再繼續收 你就不要硬把它撥開 收放它 它自己就會吸住了 它們其實也本身會呼吸 好 然後 因為本來就要收在箱子裡 我只是要吃飯給它在外面 所以你一開始就可以直接放在箱子裡面收了 就不用像我這樣 還要再做一個動作抬起來 放進去 好 這是海豪的部分 嗯 好 那剩下就拆磁棒了 嗯 這個就直接這樣撥一下 它就拆下來 這後面的開關 好 這邊要按 這邊看看 來看看 我們直接這樣就可以拿 然後記得 雕 Requ Everybody 放一去 好 不然這樣 就是要找到他們 那邊放下 好 serpent 炸 雰 這樣子放 然後先把它吃到都收起來 大概9-10是一把 嗯 因為它袋子極限都是10把 收太多它可能會把袋子用多 9-10支 它這10支 它多上那兩支 這兩個也是 欸?可以嗎? 這還有一支 對 總共有27 加兩支 又比的 好 然後最後這個收下來之前是檢查一下 現在還沒有1檔子 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收了 那收就是一樣 這邊一公一母這樣壓著 壓住之後往外拉 要稍微往外拉 那它會打開 壓是壓這裡的 然後扣的時候 扣的時候 上下壓那個洞 然後把它推出來 它就會分離了 然後這四個都把它解開 這個四個解開之後 然後它就會滑下來 然後你就會注意你的頭 的燈 因為燈才會熟下來 好 這個好像往前擺 燈一樣就是 削我往上一點點就可以滑出來 嗯 另外一點 然後最後這樣骨架都收起來 嗯 它這個一個瓦爛盒是削兩個 嗯 燈可以超級削兩個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把它招待直 然後剛剛的蝦子 如果你有拍到的話 會有一點印象 好 海豹 然後骨架 就這樣放裡面 然後這個部分呢 你弄進去 就這樣 扣到 讓它會比較短 好 然後變左右堆 好 這是燈 然後這個是成板 然後我們兩片六個 兩包六個 它有六根部分 然後一樣就先擺 擺進去 這樣兩包先塞上去 它這個呢 那個是塞在蓋子的 剛剛有一個桌蓋 這個 白色的桌蓋子 這個 白色的桌蓋子 就塞到三片的 好 好 就這樣 這片 它是省空間的 所以我說它很難放的原因 就是這個 它是很利用空間 三片放進去 之後 它桌蓋是正位子 所以再把它 再把它 再把它塞回去 那我 這樣 邊邊 好 就跟我來的時候一樣 嗯 然後上面就是放 那個盒子 嗯 這盒子還可以再放這個 小東西 就放進去 然後看這個組裝 這個彩不會把它放進去 嗯 好 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這樣收起來 然後這邊就 平放在這個 然後這一個三個啊 一巴巴放 就這樣 扁起來 疊平 疊平 然後 就剩下這個 延長線 這個我一開始是塞這裡啦 嗯 就這樣塞著就好 然後最後再上蓋子 好 那蓋的時候有個訣竅就是 這邊先上 不是 呃 就輪到那個最後上 嗯 這邊是輪胎面 嗯 然後你上的時候這樣斜斜的 先這樣蓋著 這樣蓋起來 這樣蓋起來 這樣會壓到剛剛那個輸出 嗯 然後看一下這邊都蓋餅之後 這邊稍微壓餅 壓餅 壓餅 這樣子 因為它真的很滿 嗯 然後最後就是壓 我剛剛講的 向右轉半圈 往下壓 扣起來 要跟我溜倒數 好 那你去沾場的話是很方便 你就稍微拍起來了 他們這裡就是 有人指 所以你其實推不會很重 嗯 對 因為我們剛剛的牌子很難重 哦 好的 谢谢大家